鸢尾花有毒吗? 前几天,一位明星因为口喊鸢尾拍照, 然后又道歉的新闻,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大街小巷,公园,绿花带,小区景观, 非常常见的绿花植物,鸢尾。 现在花期已经过了, 它的朔果像一个个的小锤子, 里面的种子一般是这样的褐色, 鸢尾它是鸢尾科鸢尾鼠植物的一个统称。 鸢尾鼠植物是拥有一个众多成员的庞大家族, 花形变化万千,花色五彩缤纷。 全世界大约有三百多个种, 几乎整个温带地区都有鸢尾的身影。 我国大概有六十多个种, 还有很多的变种和非常多的鸢尾栽培种。 像比较常见的歌曲里唱的马兰花, 中文名叫马令,也是鸢尾鼠植物。 因为它们的叶片扁平而展开, 神似鸢鸟的维语,所以叫它为鸢尾。 一片这种扁平的特殊的形态, 所以也别称为扁竹花。 鸢尾花很多花开非常的美, 像蝴蝶一样翩翩起舞, 颜色以紫色蓝色偏多, 所以也叫蝴蝶花, 蓝蝴蝶或者是紫蝴蝶。 鸢尾鼠的拉丁文Aries来源于希腊语彩虹的意思, 就是连接爱丽丝女神的彩虹。 鸢尾还是法国的国花, 在法国和以色列等国认为鸢尾代表了力量和财富, 在文艺上的画作里也有体现, 其中梵高的鸢尾花和花瓶中的鸢尾等成为它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但是有力就有弊, 鸢尾鼠之物几乎全株都含有低度性的鸢尾黄铜带类物质, 如果物质会导致欧吐、腹泻等症状, 如果大量摄入或者是个体差异甚至会导致更严重的症状, 但是观赏和花香并不会导致中毒, 所以不要误实就可以了, 而且鸢尾的根茎也是可以作为药用的植物。 但是马上端午节就快到了, 鸢尾和很多不同科属的植物很相似, 像昌普科的过去端午时候用来插在门旁的昌普, 还有重要的中草药,鸢尾科叶干所的叶干, 甚至还有阿富华科宣草所的黄花菜, 还有铜属的宣草, 都有那么些审似之处, 这其中有可以药用的, 可以食用的, 也有有毒的, 所以千万不要混淆了, 后面我会一一介绍, 关注我, 等着了解更多植物人文。